女舞者向路一般在舞台上跳躍 男舞者手中拿着弓箭 追着路跑 像是在追赶猎捕动物 这是有着现代舞之母支撑的 蔡瑞月老师 1949年的经典舞蹈作品追 透过少族猎人追寻路的过程 最后来到日月潭的传说故事 表达对土地的关爱 原住民他们其实非常重视 他们的环境 然后他们的文化 他们不会因为说 这一个这一片森林是我们的 我们就可以随意的去滥用他们 我是在这方面是学习到原住民 他们对于环境的一些爱护 然后尊重 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 我比较体会到比较深 这个神鹿好像那个漂亮的眼神 一直在带领着这一个猎人 然后一路一路的就找到那个我们 现在传说的这个日月潭的这个美好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一只舞马其实是可以召唤我们内心 跟土地的关系 蔡瑞月国际舞蹈节今年迈入第十年 为了纪念蔡瑞月老师 因此重演老师的作品追 也邀请多位国外舞蹈大师的创作共同演出 来探讨社会阶级环境所带来的限制影响 除了舞蹈也将举办论坛 邀请专家学者民众一同关注现今社会议题 前年318年轻人已经开始在为这个台湾跳舞 今年的克刚的高中生 哇又是很热烈的 用他的热情 你这种青春年华呢 就是也为台湾跳舞 所以呢今年的舞蹈节 其实也会办着论坛 舞蹈能勾起大众共鸣 以及内心情感 追舞马透过舞者肢体舞动 演出台湾土地上的生命故事 10月29号在蔡瑞月舞蹈社 即将展开一系列舞蹈节活动 先在我们站八号台北市蔡芳报道